中式裙垮和婚紗的妝和髮型有什麼分別? 我們先說化妝吧 中式化妝也會用一些比較紅或橙紅的唇膏 因為新娘的髮型穿得比較紅,金絲比較紅 如果穿得那麼紅,嘴是淺色的話 你會覺得新娘沒有什麼氣色 換精神,好像有點痒痒 平時我們去旅行見到一些航空公司制服紅色 他們的嘴一定是很紅的 不要讓那件衣服搶掉你的氣色 從審美角度來看,對我來說是一種平衡 下面很重的顏色,上面也有一點平衡 變成頭輕腳重的感覺 而且在化妝,我不會刻意黏下眼睫毛 因為有多少個新娘早上可以忍得住不哭呢? 一哭的時候,你塗得太多在這個位置 一哭,就像黑色的淚線出來 對,沒錯 所以最好這個位置在早上不要太多東西在這裡 那你的眼神,其實你上面有眼睫毛,有眼影 其實已經很好,那個眼神已經在這裡 這個挺好的,這個貼士 一拍的時候,黑色的照片可能都很感動 但如果能夠避免有黑色的淚痕,我覺得就更加完美 這個好一點 對,而且那一刻他在哭的時候 那你沒理由走去,我幫你補一下妝 那不可以這樣 因為攝影師很喜歡一個很觸碰的畫面 而在婚紗方面的化妝 就會喜歡是nude一點 例如唇膏就用淡色一點 粉色是多一點 看上去就好像洋蛙蛙的感覺 就是pure一點 對 反而婚紗就不要做個大紅色 對,千萬不要 就是淡一點 在眼妝方面,我會再放大一點,貼一些下眼睫毛 反而可以貼 因為已經哭夠了 對 把眼神更加漂亮,整個眼神更加大一點 對 沒錯 OK 好了,化妝講完呢 那髮型呢 那髮型中式呢,都是斟茶給長輩 所以這個儀式是要莊重一點 還有最好就是要髮型要整齊一點 因為很多長輩都希望是見到一個好色腐 那我們就最好就是做一些好色腐造型的感覺 怎樣達到這個感覺呢 就是整齊了 一條髮絲都不可以見到 那些老人家就很喜歡了 OK 所以 計方面,我們多數用低格或中計 都是用計為主的 就不會放頭髮 就是中式一點 前面呢?前面會放少少呢? 如果有些女生也好嗎? 就是中式 如果她真的要修飾她的面型呢 那我們可以有少少修飾面型 但是我們不會放很多叮叮叮叮叮 就是盡量都是莊重為絕大前提 是的,還有那些音你放不要緊 最重要是要固定它 因為你會 對,一睹下頭就立即遮蓋了 是,拿東西 攝影師就一直這樣拍一拍 那我們又不可以等一等 然後走過去 然後撿一撿 這樣會很影響到那個流程 對,所以準備新人 可能有時候就 會將整件事遮得更漂亮 可能不要太多 可能少少 所以我們拍照 可能全的照片 你一撿起頭就看不到你的樣子 這樣可以注意一下 各位新人 那分紗方面 分紗方面 分紗方面 你想多淡 或者不是 零亂尾都沒有問題的 只要是漂亮就可以了 就是自然 對,自然 或者你喜歡零亂尾 或者現在很流行淡一點 鬆鬆在尾上 或者前面又淡一點 甚至看看沈麗香最近的大肚子 少少的 對,有一些髮絲 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只要是漂亮就可以了 所以限制是沒有那麼多的 不過我都喜歡可以 freestyle 一點 分紗上那邊 就是不用真的那麼整齊 就是我經常覺得 可以有少少靈緣的味 有少少髮絲那種特別漂亮 尤其是有陽光 還有風 還有女神風 吹過呢 嘩,正常 更加有味道 就變了不用像不動 整個頭 我就可以嘗試一下 更加自然 更加女神感覺的髮型 可以 是的